我们再来看16.12 12这里有一点争议 这个争议主要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民无德而称烟这个句子 怎么去理解 那这段没有明确的说是谁说的 应该也是孔子讲到的话 骑警公说有马牵四 这个四是什么意思 四是四匹马拉一辆战车叫一四 所以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君子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为什么是四马 不是五马 为什么是五马分尸四马难追 为什么 因为五马分尸是五匹不同的马 这个拉着你的身体 对吧 这个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脑袋给你分了 但是这个四马是一辆战车 古代一辆战车是有四匹马拉的 左边右边各两匹 对吧 然后靠两边的这两匹马叫参马 中间的这两匹马叫辅马 就是这个 你们去读屈原的国商 里边有一句叫左参一息又认伤 这个左参就是指左边的参马 中间的两匹叫辅马 辅就是一辅的辅 那这个四匹马大概是这样的 参马就是一二三四 对吧 就是这两匹边上的叫参马 中间的这两匹叫辅马 那参马跟辅马一般是参马比较强壮 比较厉害的马 这两个在中间是起到平衡作用 因为这个两边的参马 第一是掌控方向 第二是打仗的时候 作战的时候 他得比较强壮 因为他是靠外的嘛 这个就叫一四 他说骑警公有马千四 这是表示什么 表示骑警公 家打也打 对吧 就是这一辈子 家打也打 后面说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烟 好 接下来分歧来了 有一个理解说 无德而称 指的是 没什么 可以被称赞的品德 说老百姓 找不出个品德来称赞他 说这人真不打定 虽然加纳叶达达死的时候 没人说他的好话 这是一种理解 持这种理解的人就认为 骑警公是个反面的典型 跟后面的薄夷书旗 形成鲜明的对比 骑警公活着的时候 有马千四 但死的时候 没一个人说的好话 薄夷书旗 活着的时候 饿得不行 最后在守阳山上饿死 但是老百姓到今天 都在称赞他们 这是一种理解 有没有这么理解的 大家自己在读论语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理解的 好 还有一种理解 还有一种理解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还记得泰博篇吗 你们还记得论语 有一篇泰博篇吗 大家记不记得泰博篇 泰博篇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个表述 民无德而称烟 记不记得 泰博篇一开始 一上来就告诉你 对吧 说泰博 可以说是品德 最高尚的人了 叫泰博 其可谓 智德 也以以 然后后面讲 怎么讲 三以天下让 民 无德 而称烟 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第二种理解 是把这个德 也理解为另外一个德 理解为这个德 这德 跟那个泰博里面的那个德 是一个意思 就是没办法去称赞他 不知道应该怎么称赞他 他实在是好到特别好 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他了 这是另外一个德 所以有第二种理解 认为这个德 也就是这个德 所以他觉得 第二种解释就是 齐景公 活着的时候 非常的风光 死了的时候 老百姓都怀念他 这是第二种理解 然后博弈书齐 活着的时候 很惨很惨 但是老百姓 也一直怀念他们 直到现在 那为什么可能会出现 第二种解释呢 这是因为 齐景公这个人 他也不是一个 完全一无是处的人 齐景公那个时候 身边有一批 很强的治国之臣 包括非常著名的 燕英 就是这是在 那个大夫 崔柱庆锋 在齐国作乱之后的 一个中兴之臣 中兴之君 他做的还是很厉害的 他的治国用人之道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他在位58年 是历史上少见的 这种 在位时间极长的君主 他在位期间 国内治安也非常的安定 只是在他死的时候 这个因为没有处理好 接班人问题 所以齐国变得大乱 这是第二种理解 所以也有人持第二种观点 说这个讲 齐景公名无的而称烟 好像不太符合 齐景公的实际的历史地位 对吧 他活着的时候挺厉害 只是死了之后才怎么样 那这两种 你会赞成哪一种呢 我个人也比较赞成第一种 我讲一下为什么 我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呢 他的这个前面后面的 对比性太强了 就是博弈舒奇 跟齐景公的这个前方的对比 叫齐景公叫马有千四 博弈舒奇叫恶于首扬之下 一个是富的流油 对吧 一个是穷的喝风 就已经饿死了这两人 他这个对比性特别强 所以在后面 他的对比 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是一个 第二原因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第二种理解 民无的而成烟 也是把他理解成 老百姓爱他爱的不行 这个跟历史上的哪个事情 是有矛盾的呢 就是他死了之后 齐国内乱 有矛盾了 因为他死的时候 因为嫡子问题 因为这个继承人问题 齐国又重新乱了起来 这件事情跟说老百姓 夸他这个事情 其实是不太相符的 那整个的句子 讲出来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明确的告诉你 他的观点 他只是给你举了两个例子 一正一反 活着的时候 风风光光 死了之后 七七凉凉 对吧 有的人说 活着的时候 七七凉凉 死了之后 名声远扬 对吧 然后最后就问你说 这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去想一想 什么意思 所以这句话 其实也是在讲 这个君子 什么样是真正的君子 因为伯夷书齐 这两个人 是孔子 在论语当中 极度称赞的人 他们可以为了道义 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人 是永垂不朽的人 所以后来的人 很多这个读书人 都受到儒家 这种思想的影响 你看文天祥写了一个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他说我根本不在意 活着的时候 最后这个怎么死 大家因为都会死 我在意的是死了以后呢 你留了个什么名 历史会怎么说你 对吧 这是他们比较考虑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很符合 孔子的观点 博弈书齐个月水扬之下 民道于尽称之 活着的时间是短暂的 对吧 死后的时间是漫长的 而且大家都终究会迎来死亡 所以关键是 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名声 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人民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16点12 讲到的一句话 那这句话可能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呢 对吧 很可能出现在一个 为父不仁的人 显摆自己 或者是孔子要去劝某些人 不要为父不仁的时候 对吧 你别看你现在风光 你想一想 你能风光得了 风光得过这个奇景宫吗 你看奇景宫死后又怎样 你也别看有的人穷 你看博弈书奇倒是够穷 都是饿死的 但是他们死后呢 奇思之未遇 你想想这里边是个什么道理 就是问了这么个问题 评论 尹 声 语 语 语